2022年7月18号收盘了 下午的时候先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没有加仓 还是那25%的仓位啊 由于阉差阳错 原本应当空仓的现在的我 反而有了25%的仓位 在上周日我们周日策略会的时候也跟大家讲 也不知道是福是货 看起来这个25%仓位呢 还是个福相 还挺好 运气好而已啊 蒙对了 只是蒙 现在是这个种情形 大盘咱们说下午为什么我没有加仓呢 因为今天实话讲 不是加仓位置 就是下午啊 不是 在这儿呢 判断如何加 或者是说 现在得根据现在的情形怎么判断 我们先把这个位置如何判断来说说 首先加仓的话 加哪一部分呢 是反向加还是正向加 这个就很关键 那么我们从正向方面瞧 今天市场热度是什么 市场热度非常散乱 大家跟着我这个比 你看啊 这个是属于权重ETF类的 涨的最多的呢 居然是房地产 还有煤炭 这两种东西 现在谁敢碰 房地产有人说没问题了 现在大家伙都好了 我看这个房地产 现在这上面有一个大宝件呢 叫房住不炒 这种东西很有可能出现一日游两日游啊 只是说给这稳定器一个作用 就是个稳定器 就相当于一个凳子有三个腿 它就是其中一个腿 没错 大家听好 是三条腿 不是四条腿啊 三条腿要有一个要是撤踢的会怎么办 那大家明白咋活 这就行了 这呢 咱们也不让说空 咱们就不说 那么这个房地产这个东西不能动 剩下一个呢 就是煤炭 煤炭这个家伙更不敢动 因为煤炭呢 假如今天它要长得大 晚间兴许就在现在 他们就在酝酿 那些上面的大佬们啊 就那些个庙堂的人 又开始酝酿 又开始说了 这个煤炭煤电联动 不允许又开始检查 那么一个令下来 煤炭立即就塌了膀子 所以呢 现在就把他们两个栽掉之后 那上面还有啥呢 传媒 这东西根本就抬不上轿子 对吧 所以今天从大家伙看 没有啥可圈可点的地方 那么从热点方面瞧 来 你看看 依费处理 这都是啥呀 这个三十多个 这板块里有三十多个股票 还有汽车拆解 一共十三个东西 来 再看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这种东西 包括PPP这些东西 不能看的朋友们 PPP早年的时候 都扔里多少个 都多少个千亿都扔里头 都活不了 这是都是中计的事 那么剩下的就是啥呢 是繁电池 但繁电池这个呢 我有啊 所以说我就不用买了 那么今天最热门的 反而是繁电池 就这个家伙 我不一直在看好他 能不能取代 就是新的龙头吗 那么他就不说了 我有 剩下的呢 就是碳中和 处理PPP这些东西 我想说的重点是 没有市场 没有热度 没有什么热度 没有龙头 没有龙头的时候 他很难再次往起突 就是明天 不能沿着这些东西 往起突 不往起突的时候 不突 也就是没有快速上涨 那么就很有可能产生分歧 那好 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呢 什么时候是加仓点 是明天 实话讲 就是明天 如果明天盘子开的好了 换句话说 明天不是一个跳空低开的话 那么大盘稳稳当当的 别扯要额子 就一点一点往上推 那么明天呢 我会起码来讲 得加百分之三十三位 就是明天 为什么会加仓呢 这个就是我加仓的逻辑 来 大家 现在呢 我们不用看盘面了啊 盘面呢 稍说一嘴 下午的时候 热度值 市场热度值 是98度 朋友们 水都快开了 98度 是不是啊 一共有1320只 一共有132只 是涨停板 那么 今天下午的时候 北上资金 横盘 反而流出了一些 上午的时候呢 竟流入是43个亿 下午呢 流出去8个亿 这个倒不多 但我们能看得到啊 就是下午 北上资金也很犹豫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该买什么 原本今天大盘 就是涨成这样 他们最少要流进了 100个亿 多的应该干到 160到170个亿 咱们都给他算过 但是今天没有 因为没有 所以房地产在这块 就突不出来 或者是其他板块 就没热了 反而 北上资金 特别关注的东西 不涨 北上资金 记得股邦说 什么呀 他最关注吗 他们关注的 就是大消费 酒 药和白色家电 因为这个东西 酒一喝就了 药一吃就光 白色家电 更新很快 所以人家 外资看的 就是成长性 既然今天 你看酒啊 药啊 还是白色家电 都不打地 所以今天呢 北上资金 并不活跃 没有想象当中的 156甚至 17080亿进场 那么证明 这一块呢 可能会明天启动 包括一些赛道股 你像半导体呀 又是什么光伏啊 这些东西呢 还有元气件啊 这些东西 可能会明天 轮到他们启动 那么我们就明白了 明天加什么 可能就得按照 原来那些个 赛道股去加 明白了吧 那么我们再看一眼 后面这儿 今天后面这儿 就是上证指数 和创业板 下午都走出来 几乎是一个横 这就证明是啥呀 而且还不放量 这就证明 的确是有人在喊话 稳定这个市场 但是以多年的经验 咱们说 最终只能稳一天 如果明天再能稳一天 那么咱们就可以分析 假如明天不是跳空离开 就可以确定 这个位置喊话呢 会延续 你看看周六 周日的时候 尤其是周日 都出来 风方面面 说房地产 说房地产 都说房地产好 我就有一点不明白 它好在哪儿呢 哪儿好啊 这基本面又恢复了 还是价值低瓦呀 都不是 那么只是说 阴云一云 而且出来说话的 这些人 你看看都是什么 都不是啥 郑主 为啥 你看都是 元什么行长 前什么主任 再不就元什么 都是这些个 歪瓜裂枣 好吧 那么这些东西 出来说话呢 都是打个前战 为更有力度 说话的人呢 营造一个氛围和空间 或者是说 投石问路 那么我们 研究投石问路 我们可不能 被石头砸着 所以今天下午 我忍住手 没有加仓 好歹我还有25% 的仓位 我又没有仓位 早晨起来 我就跟着干了 说到加仓呢 不得不说一个 就是这个位置 今天说了 10200亿 朋友们 10200亿 给大盘拱都这样 那你相信吗 这就证明一点 上午我们分析的 没有错 上午咱们说的是 大盘仔这块 之所以能涨起来 是因为不让跌 是因为不让往处抛 是因为有人发话 那么这个事 咱们不敢评 只能说咱们 就这么一说就拉倒 那么现在 我们该怎么判断 这个后事 这个是关键 既然这个位置呢 没有热点 热点散乱 这个就证明 我们的推断是对的 那么这个推断呢 有点主观异端 那么我们现在 咱们不能凭 主观异端来炒股啊 所以我们就得凭 什么东西呢 凭逻辑 看看这一波 即便是涨能涨到哪儿 我们参与的时候呢 不就是有一个边际吗 比方说 赚钱的概率大 我们就看 赚钱的概率小 我们就休息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看这个概率多大 我们从上证指数横盘 并且那是缩量的啊 并且资金看着没 没往出跑 为什么 就包括星期五那一天 虽然银行和这个房地产在下跌 但你发现吗 银行和房地产 尤其是房地产各个股票 他们没有出现恐慌盘 为什么 是不是有人给后面 已经有什么走疯了 好 这个事咱们不能再评了 再评这一条就得卡下来 我们看 现在说反弹是什么样的高度 反弹的高度呢 从这个表格上 大家瞧啊 为什么说股邦今天没敢加仓呢 因为这个时间点不对 时间点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 是根据黄金分个位来的 他上不主天下不主地啊 假如这个位置要是前两天 就是没有出现星期五大跌 在这要是起涨的话 我敢干 因为这块有两个说话 看到没 这呢有两个十字星的走势 大家仔细瞧放大一点看 就这两颗十字星 这两个十字星代表什么 我跟大家说了 这是反转信号啊 如果在这要是起来 咱们就跟着干 没毛病 但是错过了这个时间窗 它没上 反而奔下来了 那么今天又走出一个反包扬 看到没 那么这个里头就不得不想 有人是不是在这块又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块呢 因为这块呢 假如是上面两个十字星 也就是 三千三百 就这个附近 那么就是这个附近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看 三千三百附近的时候 那这还行 可是现在这个位置很尴尬 它再不 它就是低于 三千二百 一十点这个位置 也行 叫黄金风格位 技术上都有逻辑之称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 冒冷参天弄出了这么一个 光 就是这么一个光头的一个反包扬 让人很怀疑 所以明天是加仓点 就是明天 要是不是跳空低开 那么呢 稳稳当当的 低开一点不多 然后慢慢往上爬 行 而且还得看 明天的这些个 有没有龙头 没有龙头 那么我们就得是 轻仓往里干 假如说我 明天要是没有龙头 我就干了一百分之十五的仓位 总仓位达到百分之四十也可以 为什么会这样 来 我们看这个位置 反弹到哪 用另一块软件瞧 另一块眼见 我们通过这儿 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软件 上面画的这么多线 都是什么呢 这都是黄金风格线 放大一点 它就没有了 那么现在说 就这一轮反弹 它是给这儿上来的 这个圈内是可以加仓位 记住啊 这个圈内是可以加仓位 但是错过了时间轴 今天尾盘收盘 收盘怼进了这个椭圆内 所以说明天这个位置是加仓点 而不是今天尾盘追高 尾盘你买什么都追高 万一明天风向变了 明天假如是那些赛道股 又是光伏啊 又是风电的 尤其光伏风电 记得过古邦周日前说过 他们有将近400亿的补贴下来了 今天呢一点都没反应 没准就明天反应 假如你今天要追那些个东西 很有可能追高能力 明天反扣 而明天上涨呢 跟咱没关系 所以明天加仓是靠谱 因为最起码它在一个 这个起掌点位嘛 对吧 这个就是逻辑 咱们不能猜 那么这个位置我们看 它能反弹多高 这个位置反弹多高 我们得把这个均线图拿出来 瞧 这个就是均线图 均线图上说 这个位置有一个20日线的 朋友们就这 这根20日线就是缺口附近 那么第一反弹高度是到这 如果连20日生命线 它都穿不过的话 那就证明 这一波行情要漏汤 就是这个位置反弹到这 还得下来 那么从这到20日生命线 还有多少 也就是百来点 那么这个空间相对很小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古邦都写在这了 每次我都写出来 叫啥 现在参与性很差 那么现在呢 叫做AB点 什么是AB点 来我给大家用个图画 借助个画笔 画笔 我们这样 这就是A浪下跌 朋友们 瞧 这就是A浪下跌 那么A浪下跌 现在拐点 现在是B B浪反弹 AB点就是在这 那么B形成多高 假如形成到这 或者能突破 是最好的 对吧 首先先第一目标 它得穿破20日生命线 那么在这个时候 AB点交汇的时候 操作难度非常大 就得有一个字 叫快 快进快出 不论是仓位重 还仓位轻 假如仓位重 买进去了 发现不赚钱 拐头下来了 那么就得往处跑 因为现在呢 不像说 这一波主生浪 看看 就不像说 从这下 二八六三上来 那么这一波 咱们就是拿着的 因为古邦 一直在这底下说嘛 我们就在这底下 一直看上来的嘛 对不对 那么现在可不是了 现在在这呢 它弹多高 这是反弹 弹多高 谁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得摸着石头过河 往往是遇到 二十字声明线 它就往下来 如果能站到 二十字声明线 上方这块 就有三千三百五十八点下方 就三千三百五十点下方 这儿就有一个跳红缺口 就是回顾缺口 能不能再拐下来 那么上方这儿 我们想说明的一点 就是压力重重 即便是突破了 这个二零线 三千三百点附近 又一举拿下了 这个跳红缺口 三千三百五十点 这个附近 那么就会向上干 能不能站到 三千四百点上方 或者是一举 给这位置 突破三千四百五十点 如果真的这一下子 上到三千 三千四百五十点 那么这一波航行 估计就走完了 就得下来了 所以说这地方 是A浪下跌 现在走的是B浪反弹 尤其是AB交汇处 就这个位置 操作非常难 那么现在我们呢 就得摸着石头过河 因为这种反弹呢 往往会持续几天 明天上车是最 咱们相对是最安全 因为今天一个跳空高开 剩下的就一堆乱掌 没有热点 咱们都不知道 明天这些东西 会不会来一个大逆转 那么明天一个跳空低开 再往下打 那可坏了 对吧 那么是不是这个位置 又要跑到这个圈内呢 就是三千二百点到三千一百九十点 就这个圈内呢 这个圈是啥呀 这个圈内就是黄金分割位的支撑 那么能不能打到这再上啊 都不确定 所以说 最把握的做法 我们就是多动脑 现在勤动手 记得不 就是这个筷子 好了 在这呢 我们现在给出前面呢 有几个方向性 最主要的方向性呢 就是第一目标位 反弹到二十日生命线 你那个股票软件上也有 看看大盘二十日生命线 那个位置在哪 就大概在三千三百点附近 那么突破到这 前面有一个上方压力位 就是交通缺口 回补缺口之后 上面的压力 就是三千四百五十点 如果真的能 像咱们想象这样 避浪反弹 能反弹到这么高 然后再下来 然后再折腾几下子 那么将来起稳呢 未来下半年的行情 可起 但是现在可不是盲目的说 好了 这下半年又开始涨到五千点去了 我们就快点干吧 那么快点干 但也不是现在 而且有人说 那一旦要上涨得过快 那我们不就赚得多了吗 是啊 那跌下来呢 大家前两天这顿下跌 是不是都一顿吃大面了 那为什么 我们没有吃上面呢 不就因为在这儿 我们把仓位降下来了吗 好 现在今天晚间 就看能出什么消息了 能不能把房地产再推一下 换句话说 这个烂尾楼 和这个停贷 现在呢 出来喊话和解决的言 你看看 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用市场来解决 我那天就说了 市场能解决 是不是早都解决了 还会出现这问题吗 另外 现在是房住不炒 现在想解决一个停贷 或者说是想解决盖房子的问题 目的是不就是解决烂尾吗 那么烂尾是怎么形成的呢 基本面是什么 烂尾的形成的原因 成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房地产公司发现 现在如果摆房子盖完了 卖的价格不合适 赔钱 为什么赔钱 因为现在房住不炒压价 因为赔钱 所以他不盖 这是个死循环 所以说 光是有人拿钱 想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或者是说 有一个乡镇银行不出问题吗 国家说 要给人家什么 预付 先电 可有说法 先可五万块钱以下的先电付 有钱的人 五万块钱以上的 没说 什么意思 所有这些东西都虎头蛇尾 所以总结一句 别听那么多的 我们先多长长心眼 多看看 因为钱是咱们自己的 好了朋友们 更多的话 明天早餐 古邦有早播报 把今天晚间的一些新闻 还有外盘的影响 我梳理好 整理明白了 用早播报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 明天早播报 明天早播报